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到一只灰怪 看到没有 今天看到它了很近 所谓鹅是鹅行 鹤是鹤行 这就是灰怪 大家看到没有 在草后面 这只鹅池 看到没有 小家伙你真美 你看它的嘴很尖 说明它是射情的 它是吃鱼的 它在浅沟啊 在湿地中找鱼吃 好美的生物啊 可能它有点害羞 如果再近一点 它肯定会跑 它起飞的样子也很漂亮 我打算一直派它走 是它自己飞走了 太美了 哇 感谢主 我们触过 简直调皮的要命 一个炉瓷立在这个枯木上面 藐视众生的样子 根本是人类不存在 嗨 老兄你好 他叫了 嗨 晚上好 晨凉啦 哈喽 我这次说的很爱你 哟 你别走 多陪大家一会儿啊 哟 回家 哟 哎呀 哟 又叫了 哟 哟 又叫了 哟嗯 又叫了 哦哦别说哎呀 你起飞的样子我没拍到 哎呀我被古顶机给耽搁了 你们这两个坏家伙 我没拍到那个 卢瓷优美的起飞的样子 哎呀被你们给耽误了 好遗憾 拜拜再见啊 两口子 拜拜再见平安 好 各位听众观众好 早上好 早上出来散步 在牧场上又看到卢瓷一只 远处还有鹤群 燕群 看到懒牛群 还不知道有没有野兔啊 这个操场野兔是很多的 我们看就是如此 不是生了老肠 前两天那个一大片鹤群不知道去哪的 现在只有零星的几只 就是如此还在漫步 它的脖子是S型的 用脚去捞脖子 这个样子可爱死了 哎远处野兔跑了 看到没有 小灰点 那个是一只耳朵很高的 那个野兔的体型应该不小 都快赶上鹅了 哎呦跑回去了 看到了吧 我的镜头正前方 在奶牛跟卢瓷之间 跑过奶牛 跑过第二头奶牛 跑到第三头奶牛 还在跑 一只很肥的大野兔 现在我的镜头的左侧是卢瓷 镜头的右侧是野兔 在野兔和卢瓷之间 是三头吃草的奶牛 好了 现在野兔到草巡里了 看不见了 感谢主 我住的这片风景 在荷兰也算是很好的 绿化 牧场 河流 桥梁 运河 巨人 感谢主的安排 赞美主 好 走了啊 打赖你这个优雅的家伙 我又一次碰到了你 这次我不瞎你 我在路边啊 你给我多拍一会儿 但是待会儿你要起飞 你要不起飞 我要去赶你 不行 我不能做坏事 我就在这边等你 慢慢的起飞 哇 亲爱的 你身知真优雅 但是我看不出来 它是公的还母的 呵呵呵呵 嗯 嗯 它那个会儿真简 哦 它两个会儿跟两把令线一样 因为它是吃鱼的 它这个就两个鱼叉 啪一句一下 就把鱼给戳了一个 两个窟窿 不是一个窟窿 两个窟窿 这个东西真厉害 您好想게给您戴上的 这好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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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想不想 您好想不想 今天有点小雨 到了十月份 荷兰的雨开始逐渐增多 因为它进入了雨季 它的雨季是半年 就整个冬季它的雨都比较多 雨比较少的是 六七八三个月 实际上我离它 已经只有三四米了 很近了 这个河其实有很多雨 因为经常有人在这里钓鱼 我看到我钓了很大很大的 扁鱼 就是欧洲扁鱼 跟那个亚洲扁鱼是很像的 还有那个河鸡鱼 跟那个亚洲河鸡鱼也很像 这边没有那个亚洲草鱼 亚洲草鱼比较厉害 是轻入雾种 还有是河蟹 河蟹在这里也是轻入雾种 繁殖的很快 没有天敌 轻入雾种 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它没有天敌 它在十五年中 是一个空缺的东西 是能为带来的 它肯定会改变生态系统 所以海关还是简易 还是非常重要 飞了 最后我没赶它自己飞的 好优雅的身质 哇哦 哇哦 起飞 哇漂亮 这个优雅的家伙 应该是你这边安家的 我每次散步走到这里 看到它我都要停下来 拍一段视频 好 我们今天再来看一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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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几秒 你就飞了 你看它翅膀拍水 哇哦 这个熟悉的卢瓷 停在 停在这个树上 我走近一点拍它 鹤里鸡群 金鸡独立 很有险 还叫呢 天哪 你真美 有拍到这只卢瓷 站在树干啥 今天天气 早上有点雨 但是下午放晴 天空变晴朗 刚才还叫了卢瓷 天哪 你真美 它表情很严重 就在那裏面移動都不動 我特別喜歡看它起飛的樣子 非常輕盈 嘿 What Hello Who are you 魏奔雅 拜拜 今天好像他不肯走了 我也不想去傷了他 我拍兩分鐘我自己走 你待到晚上我不能站在這邊拍你拍到晚上 然後我老是精髓了 不走我走了啊拜拜再見 Tossing Goodbye 看到這個爐瓷在走 大搖大擺的 這家的都是弓的你看啊 他們在打 全弓的沒有一隻母的 你看啊用嘴在這個 在這個搓對方的身上 在針地盤 他們通過什麼 通過外面的羽毛來吸引異性 然後通過體力來戰勝 其他的這個同性 他們就獲得了交配的機會 其實這個鴨子是一幅多機制的 最強壯的鴨子搶所有的母鴨子 你看中間那個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第二隻用嘴一直 在那個 針對方 哈哈 哈哈 我走過去 他們全部下水 看啊 他們很緊張的 看到了 飛了 全弓的啊 沒有一隻母的 一 二 三 四 有四隻丑小鴨 還有一個鴨媽 但前幾天我看到好像 不是四隻 有五六隻 可能還有幾隻小鴨 不幸夭折了 你看這個小鴨子它的毛是灰色的 因為它跟自然環境融為一體 防止被那些猛獸吃掉 抽象一下 五六 是吧 六隻小鴨鴨 在和你游泳 一二三四五兩 兩隻鼠啦 六隻小鴨鴨 說不定他們上次交配被我抓住了 我見證了他們的誕生 這個視頻 希望娘子不要生氣了 因為娘子是小氣氣 娘子好看美麗 就是喜歡生氣 看 鴨爸爸鴨媽媽帶一隻小鴨鴨 可是看到我來了之後還是走了 因為我天草人 他們怕我把牠們抓住燉老鴨湯 走了 看 為什麼只有一隻呢 應該鴨子還吃了很多蛋 可能其他的鴨子已經被吃掉了 就一個小鴨子 醜小鴨 鴨子不生氣了 拍一段鴨鴨細水 那個綠的是熊鴨鴨 這個灰的是雌鴨鴨 一對鴨鴨細水 咱們來一段 這個冬天的早晨 陽光明媚 霧寂騰飛 還挺有情調的 其實這鴨鴨並不是這個一對夫妻 這個熊鴨鴨還是喜歡蘸花樓草的 嗯 咱們往前走一點 地上都是雙 昨天那個溫差很大 好拍到這啊 你們夫妻倆祝福你們 我來拍一段天鵝 只有一隻 是在這個門後面的河裡面的天鵝 好大這天鵝 鵝群在河對面 哈哈 這個天鵝在 不知道幹什麼 找水喝 天然泡在水裡面 早點任牙吃吃 那果然是 糟了 你的伴侶呢 喝水了 兩隻看啊 有人餵食 這些海鴨 太 你海鴨欺負鴨子了 你看海鴨多大 那個海鴨體型你看看 跟老鷹一樣 你看那個海鴨 一個巨型海鴨 它一個人搶了一片面貓 從鴨子水下來搶走面貓 其他的鴨子要靠近 它立馬拿嘴去 那兩隻海鴨你看多大 趕上那個鹽水鴨 那兩隻海鴨 大海鴨 大海鴨去搶的時候 鴨子去搶 又從鴨子水裡搶過來 你看 兩隻看 一場競爭 你看我們在後窗看鳥巢 群鳥 那個小海鴨 那個賊鴨偷了 偷了面貓叼走 然後在半空中被截糊 那個烏鴨靠近 那個烏鴨 那個烏鴨 兩個烏鴨也搶了 大海鴨又過去了 看看看看 精彩的要命 烏鴨又搶了一口 烏鴨把那個麵貓的中心 最後一個大海鴨 把這個麵貓 降為雞肉 沒有人在幹去搶 它體型很大 旁邊的海鴨 跟它差不多的海鴨 又撲過去了 那個賊鴨又搶過去了 充滿了競爭 哇 你看那個大海鴨幾下把它吞下去了 兩隻看到了 它在吞 我 我說兩隻了 說兩隻這個視頻不能用 那個大海鴨被他搶 那個鴨子 鴨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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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海鴨 那個鴨子用身體護著 又被搶走了 那個鴨子又搶回來了 那海鴨 那大海鴨大 那隻海鴨已經把那個麵貓全部吞下去了 那隻海鴨太大了 它在那個鳥群中簡直太扎眼了 沒有人搶得過它 它鴨子大 那個小鴨子蠻兇猛的 從海鴨幾次嘴你多時 那海鴨又搶過來了 那麵貓再逐漸變小 那鴨子又拖了一口 拖三口 拖四口 拖五口 烏鴨又拖了一口 烏鴨準備跑 烏鴨叼著麵貓跑了 這個烏鴨太聰明了 跑到那個 那個那個 飛到樹上去 後面還有幾隻鳥跟著 哎呀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躲石的場面太好看 精彩精彩 啊沒了 唉 為什麽這麽多海鴨呢 因為有人餵食 啊這些海鴨體型挺大的 說是海鴨其實他們跟海鴨一點關係沒有 他們已經以這個淡水水域 以這塊濕地為家了 海鴨是這邊的比較厲害的鳥 他們欺負鴨 他們欺負鴨 欺負烏鴨 欺負烏鴨 他們的數量也比較多 貓頭鷹雖然是頂級食物鏈 但是貓頭鷹數量比較少 這個鴛鴨也有過去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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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过来很多 所以谁都想吃免费的午餐 不只是鸟人也是 走了 发现一个古顶鸡 带了一二三四五 五只小鸡 看到没有 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一家 大的好像是白的 五只小的都是红的 我看他们的亲密样子 好像又是一家 数清楚没有 靠近母亲的有三只 背后还有两只 那两只也过来了 年大的一共六只 最后一只翻过这个木桩 好像另外一口子也过来了 看到吧 这两个大的应该是父母 小生命真可爱 小生命真可爱 看他们的亲密样子 应该是他们的孩子 一家七口 但是我们不要担心 因为通常来讲 这五只小的幼鸟 是不可能全部长成成鸟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损伤率 能有三只长成成年就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百分之六十的生存率 其实很高了 对于这些原料而说 很可惜 今年和去年 都有两只鸽子 在我阳台上下了两只蛋 但浮出四只小鸽子 没有一只成功的腐化 不成功的成年 都孵化出来了 三只死在野猫手上 还有一只是冻死了 前一段时间是降温 然后一只小幼鸽子冻死了 我不知道下次来的时候 能不能再看到他们 反正是非常可爱的一家 企鹅如龙 祝福你们 再见 草坪的清晨 空气清新的来 闻起来有一丝丝的香味 看了吧 这样子 这个地方洗肺挺不错的 是吧 好大一片牧场 鸭牛在那边 那边还有一群天鹅 看到了吧 起来的 这块地是咱们以后 每天散步 早晚散步的必经之地 听到鸟叫了吗 起来的 天空太美了 好回去了 我到荷兰两年半 我今天是第一回看到转动路的风车 以前看到风车的这个 这个叶子它都是停的 这次看到它是转的 它那个下面是个模仿 这个是实际上它是个公园的 风车主题公园 它已经不是那个作坊了 那小孩子过来玩 这边有个农场 鸡啊羊啊 这边是个酒妈 成年人在那边喝酒 然后这边一个风车 这我第一回看到 所以今天停下来拍一下 送餐回去的路上 你样子看啊 有人喂食 这些海鸥 太 你海鸥欺负鸽子了 你看海鸥多大 那个海鸥体型 你看看跟老鹰一样 你看那个海鸥 一个巨型海鸥 它一个人抢了一片面貌 从鸽子嘴下来抢走面貌 其他的鸽子要靠近 它立马拉嘴去 那两只海鸥你看多大 赶上那个盐水鸥 那两只海鸥 大海鸥 大海鸥去抢的时候 鸽子去抢 又从鸽子嘴里抢过来 你看 你样子看 你看一场竞争 你看我们在后窗看鸟巢 群鸟 那个小海鸥 那个贼鸥偷了 偷了面貌叼走 然后在半空中被截狐 那个乌鸦靠近 那个乌鸦 那个乌鸦 两个乌鸦也抢了 还有一个大海鸥又过去了 看看看看 精彩的要命 乌鸦又抢了一口 乌鸦把那个面貌的中心 最后的一个大海鸥 把这个面貌 降为基硫 没人再敢去抢 它体型很大 旁边的海鸥 跟它差不多的海鸥一扑过去了 那个贼鸥又又抢过去了 充满了竞争 哇 你看那个大海鸥 几下把吞下去了 娘子看到了 他在吞 我我我说娘子了 说娘子这个视频不能用 那个那个大海鸥被他抢 那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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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海鸥 那海鸥 那个鸽子用体 用身体护着 又被抢走了 那鸽子又抢回来了 那海鸥 海鸥 那大海鸥大 那只海鸥已经把那个面貌 全部吞下去了 那只海鸥太大了 它在那个鸟群中 简直太扎眼了 没有人抢得过它 它鸽子大 那鸽子 那个小鸽子蛮凶猛的 从海鸥几次嘴里多死 那海鸥又抢过来了 那面貌再逐渐变小 那鸽子又脱了一口 脱三口 脱四口 脱五口 乌鸦脱了一口 乌鸦准备跑 哦 乌鸦到第二个面貌跑了 这个乌鸦太聪明了 跑到那个 那个那个飞到树上去 后面还有几只鸟跟着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夺食的场面太好看 精彩精彩 啊 没了 为什么这么这么多海鸥呢 因为有人喂食 啊 这些海鸥体型挺大的 说是海鸥其实他们跟海鸥一点关系没有 他们已经以这个淡水水域 以这块湿地为家了 海鸥是这边的比较厉害的鸟 他们欺负鸽子欺负乌鸭 他们的数量也比较多 猫头鹰虽然是顶级食物链 但是猫头鹰数量比较少 这个鸳鸭也有过去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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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过来很多 所以谁都想吃免费的午餐 不只是鸟 人也是 走了 发现一个古顶鸡 带了一二三四五 五只小鸡 看到没有 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一家 大的好像是白的 五只小的都是红的 我看他们的亲密样子 好像又是一家 主亲说没有 靠近母亲的有三只 背后还有两只 那两只也过来了 年大的一共六只 好 最后一只翻过这个木桩 好像另外一口子也过来了 看看吧 这两个大的应该是父母 小生命真可爱 看他们的亲密样子 应该是他们的孩子 一家七口 但是我们不要担心 因为通常来讲 这五只小的幼鸟 是不可能全部长成成鸟 所以它有一定的损伤率 能有三只长成成年就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百分之六十的生存率 就很高了 对于这些原料来说 很可惜 今年和去年都有两只鸽子在我阳台上下了两只蛋 但是浮出四只小鸽子没有一只成功的附化 不成功的成年 都孵化出来了 三只死在野猫手上 还有一只是冻死的 前一段时间是降温 然后一只小右鸽子冻死了 我不知道下次来的时候 能不能再看到他们 反正是非常可爱的一家 齐恶如龙 祝福你们 再见